中国人心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为什么在该领域几十年都没突破 从组装加工到真正拥有中国心 中国这一愿望也终于得以实现? 多年来中国人心中始终都有一个遗憾 那就是在中国电子产品畅销全球 甚至全球前六的手机厂商 中国占了四个的情况下 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核心却都是外国心 假如我们无法研制出足以同国外竞争的中国心 恐怕永远也摆脱不了加工制造商的帽子 当前我国最先进的中国制芯片还停留在28纳米 即便是华为7纳米的海斯吉林芯片 也是交由代工生产 想要突破中国心困局的真正关键 是一种叫做光刻机的尖端设备 这项技术被牢牢掌握在少数企业手里 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同荷兰ASML公司谈判 想要引进他们的高端光刻机 但是由于美国阻挠始终未能实现 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实力的强大 这一愿望也终于得以实现 近日中芯国际的一则消息 让不少了解的人感到诧异 但更多的却是心细 该公司称 第一台从ASML采购的光刻机已搬入场内 同时12纳米Finafist工艺已进入客户导入阶段 很快就能够量产 虽然还比不上台积电的7纳米 但仅仅剩下4纳米的差距 相比从前的远远不如 可谓是飞跃般的进展 如果不同最顶尖的制造商比较 这项差距还将进一步缩小 这次光刻机的引入 可谓是为中国打开了 高端芯片制造业的产业大门 回想往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在很多领域内 无一不适最终都实现了 从落后到追赶到超越的伟大变革 就拿高铁来说 日本和欧美至少早研发三四十年 还不是一样 如今被我们踩着虐 国产航母更不用说 正在研制的第三艘 已经完全部署美国的主流航母 未来中国新这样的遗憾 只怕是越来越少 全世界的各领域高端玩家们 都要小心自己的犯法 被中国人抢走